周四分别在泰国普吉珊瑚岛、梅通岛亲赋 泰国官方周日下午与普吉岛搜救中心再次举行发布会,公布最新进展 泰国旅游部长在发布会上称,41名已打捞上来的遇难者中有13名儿童 他对此深调痛心,并律泰方官员鞠躬道歉 受天气条件限制,目前凤凰号的打捞工作只能暂缓进行,周一将继续打捞工作 目前,在凤凰号船体下还有一名遇难者遗体没有打捞上来 泰方表示船体下可能还有其他遇难者,也可能没有 泰方航空公司表示愿意为遇难者家属运送遗体回国提供帮助 文、图、央视新闻相关新闻曼谷8日综合电载有127名中国游客的两艘游船 周四分别在泰国普吉珊瑚岛、梅通岛亲赋 泰国官方周日下午于普吉岛搜救中心再次举行发布会,公布最新进展 泰国旅游部长在发布会上称,41名已打捞上来的遇难者中有13名儿童 他对此身表痛心,并律泰方官员鞠躬道歉 受天气条件限制,目前凤凰号的打捞工作只能暂缓进行,周一将继续打捞工作 目前,在凤凰号船体下还有一名遇难者遗体没有打捞上来,泰方表示船体下可能还有其他遇难者,也可能没有 泰方航空公司表示愿意为遇难者家属运送遗体回国提供帮助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文、图、央视新闻相关新闻